观众朋友们,又到了言归正传的时刻 今天我们聊什么呢? 我们聊一聊习近平在想什么 为什么要猜这个独裁者想什么呢? 因为他想什么,我们就可以了解他的政策走向 特别是破议三中全会 为什么要破议,因为这个会开得很怪啊 开了三天,18号结束 结束了,出来一个公报 洋洋沙沙五千字 这五千字大家看就没看明白 因为这里面都逮卸了大量的口号 他没有征召 按道理说现在,目前中国这种危机的状态 人们急切需要来一次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争枪 争弹的一种改革 让中国走向正轨,进行一个政策的调整 但是人们失望了 因为没什么东西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人们这种期待源于一个历史上的误会 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 真的是改革开放的里程碑吗? 可能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刚刚在新泽西去世的前胡耀邦国务顾问 叫阮明先生,93岁去世 他在之前的一些文章里面 就披露出真正的十一届改三中全会 他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误会 实际上是一个失控会议下形成的这么一个会议 怎么这么说呢?那我们就来得掰扯掰扯 也就是说呀 在1978年 邓小平希望中国能够召开一次会议 这个会议最初的提出 还真不是邓小平 是谁呢?是华国锋 华国锋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开启了改革开放 比如说深圳的市区 特区 然后派两个代表团 一个去西欧 一个去东欧 去进行考察 然后觉得中国必须要进行变革 而邓小平去了东南亚访问 他就跟胡耀邦交了一个任务 就说你先开一个为期一个月的工作会议 为这个三中全会 热身 于是呢 胡耀邦啊 就开始就把很多历史的冤家 错了借这个机会就把它披露出来 这就让与会者非常的震惊 也非常的愤怒 就在整个会议上掀起了一股否定文革 否定毛泽东思想的这么一股情绪 邓小平回来了 因为当时啊 跟会议 也就十一届三中全会 原本是要讨论三个问题 第一个呢 是完善人民公社制度 觉得哪些不好 我们再修改 第二个呢 就是保钢啊 想引进日本的炼钢技术和设备 提高钢产量 因为这是一笔大的投资啊 所以要讨论 第三个呢 就是啊 计划经济制度 如何啊 进行维持下去 进行一些调整 所以压根就没有所谓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从东南亚回来 一看见这个局面 他发现了机会 因为这个会议极有利于他 可以搞掉华国锋 成为中共真正的领导人 于是呢 他就把之前啊 由胡乔木起草的一份报告 就把它废了 不用 因为没办法了 他仍然是过去 坚持毛路线的 那么一套说法 而就要胡耀邦 重新起草一个新的稿件 于是胡耀邦呢 就找宇尔明还有林建青 等等就来琢磨 最后起草了一个报告 但是也要说 这个报告啊 并不是说改革开放 而是站在了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 走了一条中间路线 在这一次会议里面呢 这个报告里面还有一条不许搞包产到户 所以他并不是改革开放 但是呢 这个会议起到了一个作用 就是说王东兴 等一批支持毛路线的人 就失去了势力 包括华国锋 叶剑英 李先烈 保住了位置 邓小平 陈云 得势 特别是邓小平真正掌握了国家的权力 这就是三中全会真正的历史的史实 但是我们要说 其实我们现在评价华国锋是有问题的 因为邓小平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而他把了一些脏水也泼到了 这个华国锋身上 比如说他心里急啊 想付出 他就认为了 这个华国锋啊 阻挡他 这是他的一条罪责 阻挡邓小平出山 事实并非如此 直视华国锋呢 说了可能需要转弯不要太快 需要一个过程 并且他是积极推动邓小平付出 所以华国锋这个人啊 事实上很不简单 特别是在失去权力后 华国锋啊 清心寡欲 每天做两件事 第一个呢 念毛鼻子 第二个 每天晨跑 就是慢跑 锻炼身体 然后每年必定去毛泽东纪念馆 去瞻仰老毛的遗体 号召全家说 你这 然后鞠躬 他喜欢搞这一套 但不管怎么说 他学的乌龟缩头法 让他寿终正气 我们呢 还是回到三中全会 今天的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 到底开了个傻玩意 是个什么东西呢 这个会议结束了 整个社会上就弥漫着 消极悲观的情绪 因为中国现在的危机 并不亚语 文革结束后 经过老习十二年的折腾 中国的经济可以说奄奄一息 国际民退 混合所有制 发展国有经济 打压民营经济 其实是外资撤离 房地产爆雷 地方债务居高不下 中国官方披露 是六十万亿 按照我的看法 是一百万亿以上 整个形势都很危机 再其次呢 还有就是目前的失业率 是居高不下 可以说两个青年人 就有一个失业 为什么很多青年人 又去参加什么考试 进大学复读 读硕士读博士 源于啊 就是减缓这种失业的焦虑 就在大学躲一躲 也掩盖一下 但是这能够解决问题吗 其次从国际上来说呢 中国处于世界文明大洋中的 一叶孤舟 中美关系回不去了 全面爆发 美国认为 中国是真正的对手 欧盟 因为俄国战争 中国支持俄罗斯 暗中输血 那么中欧关系 也回不去了 同时呢 西方对中国的高科技 进行围堵 就在小院高墙 习近平啊 赞赏着薪质生产力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 过剩产能 遭到了美国 土耳其 欧盟 加拿大 墨西哥 等世界各国的围堵 薪质生产力 还没有出生 就胎死腐中 这一系列的变化呀 都让中国人 有一种急切的感觉 就是赶快要变 因为中共啊 在历史上 是两次逃过一劫 源于是什么呢 就政策的谈性 一次是文革 三中全会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无论史实如何 在胡耀邦赵紫阳的协助下 大力的推动下 中国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新时代 严格说 应该从1976年算起 也就是毛去世后 华国锋 主持被四人帮的抓捕 这个时候 中国其实已经风气大开 那么今天更需要一个 转向啊 还要说的就是第二次逃过危机 就是六四大屠杀 之后呢 国际绥靖政策 以及邓小平 1992年南巡 开启了所谓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改革 也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 应该说这些政策 挽救了中国 那么今天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 中国或者说习政权 又该采取怎样的应变呢 这就是很多人 抱有希望 但是结果一盆冷水泼下来 啥都没有 官方呢 不这样认为 中宣部 紧挪密鼓 连夜开会 就说了 这是一个啊 重大的改革举措 因为有三百多项改革啊 然后说 这是改革的里程碑 这是中国官方的定位 而民间的看法 是躺平 逃避 历史的责任 什么都没有 这是民间的看法 但是三中全会 真的没有亮点吗 不是 有两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 就是外长秦刚有了着落 因为秦刚消失以后 那到底到哪里去了呢 虽然说 把他的什么 这个职务 免了 外长免了 国务委员免了 但他还是中央委员 这一次就是秦刚 自己主动提出 请辞 就说我们这人力 我个人原因 我不干了 辞 同意 所以这个就表明 习应该不会给他下狠手 应该不会登秦城 或许找一个世界经济出玩色 世界知识出玩色 当一个副社长 搞一个副族级 副局级 可能就这样了 应该不会出大的变局 当然了 中共是个黑帮 那说的准儿 当面叫哥哥 背后捅家伙 最后把秦刚 致死 谁 谁也不知道 也可能早就已经命归西天 那谁知道呢 当然不管这么说吧 秦刚 有的下落 也有人说 这老张 你说的不对呀 这个共产党 你说他放过秦刚 为什么不放过李尚福和魏凤和呢 按道理说 这两个哥们也是他亲手 火眼睛睛挑出来的 特别的魏凤和 还情有独钟 为他专门进行了上将军衔的授贤仪式 为他一个人啊 这个待遇比秦刚高 诶 这也是一种说法 但是呢 你想啊 一个是军权 一个是耍嘴皮子的外交 那当然来说 老习不会放过军权 至于说秦刚 这个网开一面 不至于把他整死 那也是有可能的 这个事情都在老习一列之间 这是一个亮点 第二个亮点呢 是对外的亮点 就是老百姓非常关注的亮点 是什么呢 就是这老习身体 出问题了 在开幕式上 读完了稿 回座位时摔倒 中风 人事不行 紧急送到 301医院 救治 也有说到现在 其实老习还没 醒过来 看来 看来命不久矣 这个舆论纷纷 就类似于 这个 在之前的习下礼上 还有 有据说 在东瓦 有一些地方的老百姓 就像抓捕四人帮一样 还排队去买酒 还要喝个痛快 说着老习 梁腿一蹬 走了 哎呦 好消息 所以外面很乐 中央电视台就播出了一段视频 老习在会上 鼓掌为李强 做报告鼓掌 等等 看来没什么大的问题 这个就带来了一个分析 石板民夫 知识媒体人 就说了 因为他在中国呀 曾经采访了多年 日本人 但是中文说的顶呱呱 长期在中国生活 就说这就是谎言 谣言 一看都知道 他怎么可能呢 如果说老习真的摔倒了 消息不会传得这么快 是不是 这会还刚刚开 消息就出来了 哪有这么快 中共会严格的封锁 所以他说 我一眼就知道 这就是个谣言 就是说了 这老习在想啥了 现在中国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还内外交困 那你要赶快拿招出来 要拯救共产党啊 要不然这共产党 本来都一百多岁了 你再这样折腾 那他不就走了吗 走了更好 不能 就说我们可以这样说 但是还是要分析 那么老习在想什么呢 有学者 还是看出了端倪 比如说澳大利亚 中国学者 苏正林 他就说 其实这个会呀 开不开 没什么意思 因为他无非是 习近平在二十大上 这些经济思想的 一个重复 就是加强管控 加强党的领导 对经济进行严格的管控 在这个基础上 再搞一些小修小补 改革 人家列出了三百项改革 有些人就奇怪了 就说你 你老习就打着改革的旗号 防改革 怎么还搞三百项改革呢 其实这就是老习的一招 怎么招呢 叫碎片化 他就是把这种改革啊 我跟你分解到三百多项 有些项目其实都很小 也没有标准 说过去就过去了 他就说了 二零二九年 要进行检查 最后宣布 团结大会 胜利的大会 三百多项 还不止 我先把话放在这 绝对会 超过三百多项 我们又进入一个新的台阶 当然 他能不能熬到二零二九年 那令再说 不管怎么说 就是通过碎片化 来把你变革 其实这一招啊 老习还是运用了德行应手 来自他的恩师毛泽东 比如说 毛泽东想夺国务院的权 他就成立了很多领导小组 最后就把权拿过来了 老习如法炮制 就设立十几个领导小组 最终把国务院的权 拿到了自己的手里 所以啊 这一次 也无非是 啊 那 这种所谓的改革 进行碎片化 最后你发现 什么是改革 不知道 啊 就像全过程民族 什么是民族 不知道 反民族 就是民族 啊 最后跟你搅 啊 这个最后 让你找不到北 啊 这就是一个问题 那习到底想什么呢 我的想法 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习近平想了 就是保住中共的政权 和他手中的权力 这是习的初心 他从上台以来 他之所以 要吹嘘自己拯救了 中国共产党 目的呢 就是说 他认为在胡温时代 延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结果 让中国呀 共产党面临 亡党的威胁 因为啊 邓小平的改革 到六四以后 他就是 只有经济改革 没有政治改革 那么一条腿 在这种步行 他肯定是走不远的 所以社会的腐败 矛盾 啊 群体事件 频发 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出山了 习近平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就要赶快让 这个改革停下来 他认为了 只有加强党的领导 只有返回极权主义 毛泽东的路线 才能呢 保住中共的政权 才能保住他手中的权力 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所以他所谓的国进民退 混合所有制改革 就是担心了 这民营经济 一旦发展 发展到今天 他就会要求话语权呢 最后要求与共产党 分享权力 最终呢 共产党就会失去政权 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所以啊 要堵住所有可能爆发 颜色革命的风险点 这就是老习十二年执政 基本的想法 经济就是党领导的一切 进行严格的广阔 外资来可以开放 只要你不碰政治 没啥关系 但是我们也得成立党组织 也得对立进行监控 所以这就是王霍林说的吗 用资本主义打败资本主义吗 这就是想法 所以老习是不可能在三中全会上 推起一个重返邓小平道路 这么一个改革 原因是什么呢 本来这个路走不通 他才选择另一条路 你现在跟他说你回去 这可能吗 十二年他都坚持他的一套想法 因为老习认为他的路走得通 为什么走得通呢 你看看北朝鲜 经济下滑 老百姓连饭都没吃的 相反人家统治的 服服帖帖也没谁起意 这就是老习的想法 中国人穷一点 但是服从管理 服从共产党 更好 您看看 在中国 那些经济发展的地方 比如上海啊广州啊 真正啊 他的政治意识就比较高 他就希望能够得到民主和自由 相反是越落后的地方 他越保守 比如说吉林 东北 为什么四个美国老师 遇到这种 用刀刺伤人家 源于什么呢 就是思想啊 比较落后 他相反更容易成为粉红 经济越发达 能思想越开放 他越成不了粉红 所以为什么 白纸革命 白纸运动 是在上海等地方 兴起 就没有谁说在 黑龙江 越是这一种落后的地方 相反 他思想越禁锢 越保守 他还越 一颗红心 涌向党 这就是 问题的所在 所以啊 这老习不会因为经济 中国人经济继续下滑 他就去改变政策 相反他认为 这更有利于 他的统治 第二个目的 就是统一台湾 这是习近平跟自己 下的任务 也是他要求连任的理由 因为只有他 才能够统一中国 所以这叫在支练支 习的想法 最好是兵不雪了 和平解决 通过军机 军舰 封倒 被迫 其次呢 就是 如果这个搞不了 那么就兵龙相见 留倒不留人 杀个几千万人 对老习来说 对共产党来说 算什么呢 邓小平不是说吗 杀二十万青年 保二十万二十年的安宁吗 当然呢 老习还在等一个事儿 这就是等什么呢 美国大选 美国十一月份大选 大选投票后 很有可能啊 就川普上台 川普前不久 接受商业 周刊的采访时 他就说 台湾抢着了我们芯片生意 我们对台湾 也要收保护费 第二个呢 台湾距离我们 九千五百英里 直距离北京八十六英里 是吧 我们有必要 去这么关心台湾吗 他这话一说 就跟拜登 连续四次所说 台湾 如果中共 进攻台湾 美国就会派五 军队进行保护 连续了四次 所以习就在等这个变化 既然你 川普说 可以交易 你台湾出一 我出十 你出十 我出百 甚至我出一千 倍的利益 可以吧 那你美国就不管 我们就 统一了 是吧 我还可以给你浪出 做出保证 你自由航行 没问题 这样 他就达到了目的 当这个目的达到 俄罗斯 占领了乌克兰 停战 中国吞并了台湾 然后北朝鲜 继续的 古岛小导弹 这样 邪恶周心形成 那么我想问 这美国还是美国吗 你还有国际道义吗 如果在二战的时候 不是那么多美国士兵伤亡 勇于献出生命 保卫世界和平 那么美国在二战后 能为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吗 那川普 让美国再次伟大 是让美国伟大 还是让美国堕落呢 观众朋友自己去想 因为在老习看来 凡是可以用钱搞定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 好 我们进行一个总结 也就是说 三中全会呀 就这么开了 没有什么结果 老百姓很失望 国际社会很失望 但是呢 其实你分析 十二年习的指证 这三中全会 他也不可能 飞出什么幺蛾子呀 所以在这种悲观失望 情况下 老习病了 老习摔倒 人事不行 自然就会出现 其实美在一个历史时期 这一种 都体现了一种民意 这种民意反映到什么地方 就是很简单 不复成本 你想 我们希望中国变局 源于因为有个老习 现在老习自己病了 那么中国是不是出现大变局呀 中国就可以搭变车 这跟习下礼上 有什么区别呢 习下礼上 无非是老百姓吃瓜 让你中共内斗 然后调整路线 我们继续过好日子 只是时代不同了 习近平目前看来还可以 目前看来也不可能改变任何的初衷 中国的经济和经营不下滑 中国老百姓即使没饭吃 与他有什么关系呢 哪怕你洪水滔天 只要我大权在握 我中共政权确保 不就行了吗 所以啊 看懂这一点 就知道老习他在想什么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呢 我们就聊到这里 在下周言归正传 咱们接着聊 我们下周言归正传